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车谈的新闻 虽然讲新闻不多 不过还是可以看一下的 第一则新闻就是我们获得的消息 大改款的 Pro Duo ASEA 将会在明年登场 预计会采用 DNGAA 的平台打造 其实关于这款车的消息有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它的开发代号叫做 D74A 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因为 Pro Duo 对这个产品保密的程度非常的大 所以目前在网上关于这个 D74A ASEA 的消息 全部都被屏蔽了 可是我们还是获得了关于这款车的消息 据说这款车会采用跟 Arteva 一样的 DNGAA 平台打造 车身时马会比起现在更大一些 另外这款车可能会舍弃原本的 1.0L 自然进气引擎 采用全新的 1.23 缸自然进气引擎 在马力的表现上面 它对比之前的 1.0L 引擎其实进步非常的大 我们以这个印尼版本的 Toyota RISE 作为参考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87 HP 峰值扭力表现 113 Nm 对于一款 AXS1 的小车来讲 这样的引擎动力配置其实也非常的不错了 而且它匹配的是这个 D-CVT 变速箱 所以我们相信 新一代的 ASEA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 应该会比起现在更强 不过预计这个售价可能会上涨一点点 毕竟是全新的平台嘛 至于 Pro Duo 会不会保留这个 1.0L 自然进气的版本 则是暂时不得而知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呢 这款车会在 2023 年发布 但是确切是在哪一个季度就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以 Pro Duo 的这个 它们的运作呢 这款车其实应该会很快就会和我们见面 而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 全新一代 ASEA 的这个动态表现 因为这款车 自从我试过了 DMGA 的车款之后呢 我就对 Pro Duo 充满了信心 你们呢? 第二则新闻就是 Honda Civic FL5 Type R 终于公布了完整的详情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330 PS 这款车其实在早前已经正式亮相了 不过当时 Honda 并没有公布它的详情 而在最近因为这个美国版本的 Type R 发布了 所以它们也一并公布了它的详情 首先是这辆车的车身重量为 1430 公斤 是提高了不少 至于峰值扭力表现也从原本的 400 Nm 提升到了 420 Nm 匹配的同样的还是六速的手排变速箱 而且带有这个电子叉速器 我相信这款车的动态表现应该不错 我们参考一下最近 Honda 发布的新车呢 其实这个动态表现跟悬吊的设定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这个 FL5 Type R 的 除此之外呢这款车也在一些细节 例如讲它的这个车机 例如讲它的质感都进行了一个提升 所以这辆车你买到的话 它并不仅仅只是一辆 Track Car 也是一辆可以让你 Daily Use 的性能车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很出色 除此之外这款车也会从原本的英国制造 回归日本制造 从 Honda 在日本的寄居工厂生产 而且已经有网友目击到这款车已经开始运送了 所以我们相信它很快会发布 不过据悉这款车在今年内只会供应日本和美国市场 至于其他的市场应该要等到 2023 年 你觉得 2023 年马来西亚看得到 Seaweed FL5 吗? 第三则新闻也是一则好消息 也就是 Proton S50 的这个产能开始 趋于稳定 现在买车不用等太久了 大家还记得 2020 年发布的 Proton S50 吗? 那时候发布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抢这辆车 官方公布呢它们累计订单已经超过了10万张 但是一开始这辆车的产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平均一个月只生产 1300 辆到 1500 辆 所以很多的车主等了很久都等不到车 甚至在交流群里面看到有车主等了 14 个月才拿到车 不过目前呢 Proton 的这个产能已经开始稳定 而且它们也已经逐渐的提高产能 据悉目前这个 Proton S50 的每个月产能呢 都可以维持在接近 5000 辆左右 所以交车速度也快了 因此现在如果你是要买 S50 的话 除了这个顶级的 flagship 版本之外 其他的版本现货得到的机率都是比较高的 也因此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购买 Proton S50 的司机 但是呢我们也希望 Proton 可以尽快一下解决它的零件的问题 如果零件跟售后问题解决之后 这两车大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你是不是 Proton S50 的车主呢 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这四车消息还是跟新车有关 也就是这个 Toyota Veloz Veloz 目前在 2022 年的配额已经卖光了 在 UNW Toyota 公布 Veloz 开放预定 还有公布它的预售价的时候 就有很多网友表示 这个 Veloz 的价格比起这个 Elza 的顶级单贵了2万块 谁要买 Veloz 虽然讲这个 Veloz 的订单没有这个 Elza 那么出色 但是实际上也不差哦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 今年 Veloz 的这个产能只有大概是 2000 辆左右 可是目前订单已经远远超过 2000 也就是说你现在去订 Veloz 的话 你要等到明年才有车拿 这个成绩是不是让你有点意外 可是实际上这个 Veloz 的配备跟 Elza 相比还是有一点差距 因为 Veloz 主打的是比较高端的市场 并不像 Elza 这样清零 在这个 Veloz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独特的配备 就像是说这个车有这个氛围灯设计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这个 9 万多块的车就有氛围灯 而且它的触屏主机也不是我们熟悉的电视机 而是这个具备了无线的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功能的唱机 所以可以看出这一次 UMW Toyota 确实是花了心思在 Veloz 上面 我比较好奇的是未来这个唱机会不会出现在新一代的 Vios 或者是小改款的 Audi 上面呢 如果会这样的话消费者应该会更开心 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消息指出这款车什么时候会发布 不过相信应该会在 9 月里面看到这款车 如果这款车真的是在这个月发布的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新车介绍 最后一则消息跟我国政府的政策有关系 也就是政府公布呢他们将会研究这个柠檬法案 什么是柠檬法案?不是你吃的那个柠檬 它的英文叫做 Lemon Law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买车子或者买其他产品的时候 如果这个产品被证实是有先天缺陷 而且是无法维修的话 而在这个法案的保护下呢 你是可以获得原厂原价回购这款车 或者是直接更换一台车给你的 其实在欧美市场这个柠檬法案已经实行了非常久 但是普遍呢在亚洲市场 我们并没有这个法案的保护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买到这个有残缺的产品 不包括车子 只要是任何的产品有残缺的话 你可能都要吃自己 但是呢根据政府的公布 他们正在研究这个柠檬法案的可信性 虽然讲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详细消息 但是这却是一个好的预兆 因为呢如果有柠檬法案的保护 那么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将会更放心 不过呢以政府的这个研究速度 我们相信最快我们还有几年的时间才可以看到这个法案的实行 你觉得这个法案保护得到你吗? 希望这个法案实行吗?欢迎留言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每周360的全部内容 五则新闻里面你对哪一则最有兴趣 留言给他们知道 好啦我们下次见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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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